當 Apple Watch 和 iPhone 配對成功後 Apple Watch 就會根據你 iPhone 上的關於本機個人資料 自動幫 Apple Watch 命名 如果你想要查詢自己 Apple Watch 名字的話 可以到 設定 一般 關於本機 就能看到你 Apple Watch 的名字 像我的預設名字是 方的 Apple Watch 如果你想要更改這個名字的話 可以到 iPhone 上的 Apple Watch APP裡 點擊一般 然後 關於本機 然後點擊名稱 就能更改你 Apple Watch 的名字 更改 更改後到 Apple Watch 的關於本機裡 回到上一頁 上一頁 再回到關於本機 就可以看到已經更改成新的名字了 現在就要更改了 的行程 很快 就要走 你自己的故事